我们要讲多一次 如果你有兴趣 做医生 你的第一课 第二课 第三课 第四课 你要好好的去 掌握 OK for你的这个 是Jara 明白吧 OK 你要做律师 对不起 你要做律师 OK 你要做律师的话 第一课 第二课 第三课 第四课 OK 你要好好的去 掌握 OK If你要做律师 OK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看这边 All right 这个讲法这边 Hello Hello 嘉欣 听到吗 OK OK 嘉欣听到的话 你在group trade里面跟我讲 OK All right 好了 这样话不多说 美秋嘉欣是不是你的同班 还是同校 对吗 对啊 OK OK 大家好 开始啊 OK 来 第一个 OK 我这边瞅家都是这样子的 那 等下我再点名 第一个的话呢 Lata Blakam OK 啊 那个所谓的 Bloemba kan Bloemba kan Bloemba kan 什么是Bloemba kan Bloemba kan 哇 太厉害了 我这边 教解啊 这不重要啊 这重要是教学啊 OK 什么是Bloemba 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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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宪法 宪法 宪法 宪法就是我们的 Bloemba k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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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给你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就是宪法 跟法律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OK 法律 OK 你可以挑战法律 但是你不可以挑战宪法 就是如果宪法里面讲了 马来人的地位是独特的 你就不能挑战 你不能讲 我们觉得马来人的地位 不能这样子的 不可以 不可以挑战 然后如果你讲 我们的那个国王的地位 可以被挑战吗 不可以 这是宪法 里面讲明的 法律的话可以改改去的 什么意思 要法律可以改改去 就好像我们的法律 今天 突然间可以讲 年轻人18岁以下 不可以吸烟了 OK 然后谁吸烟的就要被抓 OK 那个是法律 换了政府 你看 他讲没有这个事情了 你要吸 你吸呢 不要啦 不要再讲 就是说 你可以吸烟的意思 所以我要表达东西呢 如果讲国语来讲的话 宪法的国语 有意思叫做 本人八干 不是不断 OK 然后法律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文章 文章 有点分别的 OK 好了 这样我们先大概了解一下 这边的那个 如果考试问你 如果考试问你 OK 然后英国来之前 这些东西我们知道了 英国来之前 我们国家是 有国王的宗 然后国王就是用自己的那个 规则 来管这个国家 然后在英国的时候呢 国王是有主权的领导者 after 独立了过 我们就有自己的 所以这边不重要 最重要这个2.1的 就是第一句 什么是 什么是 它就是一个国家里面的执政 最高的法律 你考试的关键字下写 OK 不可以做挑战的 就是 不能够看 不断 能够看 云当 云当的经济 OK 当然 本马人大汗的 也是可以 特别就是 compulsory 或者是 你这样讲 OK 我考试问你 不干嘛 说 不能够看 OK 不断 通常是问你 在那个 卡特斯图文的 第一题 的那个 那个 第一题的 那个部分 什么是 Perlembaga Persekutuan 你就讲 Perlembaga Persekutuan menerupakan menerupakan 这个 untang-untang OK untang-untang tertinggi dalam pemerintahan negara 所以 关键的 就是 untang-untang tertinggi OK 关键的 就是 untang-untang tertinggi OK 好了 所以我们拿低一点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 为什么会有这个宪法 我们比较特别就是 我们是 cross over OK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宪法在马来西亚特点 OK 我们的宪法 它是一个 数学之类的 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 加在一起 选择最好的 最重要的 所以宪法定义呢 就是 马来 的规则 cross over 我们的这个 我的这个法律 明白吗 马来规则 cross over 英国法律 什么 cross over 就是说因为我们本身 before英国占领 我们是马来国王的 OK after英国占领了过 我们用的就是英国法律 所以我们 叫独立的时候 英国就问我们 你们到底要用马来 还是要用英国呢 你们要follow哪一个 来自他们的讲 我们要的不是两个选一个 我们小孩子在做选择 我们不要想选哪来 或者是我们两个都要 OK 所以两个都要就是 两个拿选哪一个比较好的 那个里面的内容哪一个比较好 它就放进去 所以是chambo chambo 我们很多东西就是rojack 我们连这个法律宪法也是两个 join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 perlepagan的skuta呢 perasaskan Undang-Undang Zaman Keraja Melayu 它用的是马来人的 王朝的法律 还有这个 Undang-Undang English OK 就是有这个所谓的马来法律 还有这个英国的法律 join在一起 cross over OK 所以我们看看这边 Undang-Undang Negeri Melayu 里面有什么法律 还有英国里面 又有什么样的法律 我来介绍一下 那 for马来法律里面的马来规则 它变得这样子的 OK 看来起来 Sutan-Semagai-Permarita 国王 OK alright 做了这个所谓的那个 国王做了这个所谓的领导 OK 国王做了领导 OK 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法律 国王做了领导 OK 这个简单 然后第二 人民负责给中心 这个不难 OK 然后这个 文档文档 但System-Permarita 和Diton-Tukar All in Roger 白人里面 before英国占领 他白人的话 都是国王做这个规则 国王定的 国王点头 OK 这个规则 OK 那个规则 OK 他点头的 OK 那个所谓的国王所定 然后下一个 那个讲法呢 佛这边呢 我们最出名的 那个法律 佛我们的白人呢 就是 Zaman 和Sutanan 马来语 最出名的法律 都是那两个 什么名字 Kuku Karu-Mulaka 跟Untam-Untam Rawu-Mulaka OK 所以我表达的东西 很简单 OK 我表达的东西 很简单 就是我们这边的宪法 它是马来加英国 所以现在我们要介绍 马来里面有什么东西 然后再看英国里面 有什么事情 OK 所以大概来讲的话 for这个宪法来讲的话呢 马来法律就比较多 是国王作为领导者 然后人民呢 就做给中心罢了 而这边的法律 都是给那个国王所定的 OK Alright 然后Untam-Untam 和Zaman 和Sutanan 马来语 Mulaka 包括了 Hukum-Karu-Mulaka 到达 Lawu-Mulaka 这些东西 所以这边的讲法很简单 OK 我们 highlight的重点就是 我们要懂 这边里面有的法律 OK 除了马路加之外 还有哪一个是 马来法律的 OK 包括这几个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巴哈 还有我们的 Keda Johol 还有Muta-Untam Landina and Tehran 这边法律呢 都是因为有了这个 法律讲法律过后 我们才学的 OK 所以要明白一个东西就是 法律 就是我们的那个 做宪法的最基本 OK 然后英国来了过后就有点改变 OK 所以如果你问我老师 哪一个是重点 我还来给你 就是重点 So for这边的那个 马来的规则 或者是马来的这个 时代的那个法律来讲的话 它的重点很多 OK 第一个就是国王 Semakai Var Marenda 然后第二个重点 就是人民 给这个 答案 Semakai OK 人民给这个 中心 然后第三个重点 是 就是说 它本身里面有的 法律 是以马六甲为主 它是有 不供卡路 麦拉嘎 再加 云当云当 然后这些什么 巴汉啊 Johol啊 Herox啊 Nadina 这些都是一个 跟班 就是他们把那个 麦拉嘎的东西 给做参讨 他们都学 马六甲的东西 明白吗 OK 听到吗 来再抓 听到我讲话 全部人举手一下 因为这个 这个我讲了 这个第一课 第二课会讲起来 比较快 但是第一课 第二课 它会比较显一点 因为它是比较 它没有故事讲的 它比较少讲故事的 OK 第一课 第二课 是比较少讲的 那个story 你讲老师 有没有故事啊 什么日本战争啊 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啊 第一次世界大战啊 有没有Jet OK 第一课到第四课 都没有 它比较多介绍你的 是theory based theory based的意思是说 讲teory 讲里面的东西 OK 为主的 所以它很少 很少跟你讲story的 有人走了 OK 不要听 没有听到story 他就离开了 OK 不要讲 OK 没有story都好 我们都要学 OK 来 好的 送我们看 所以我们现在看下一个就比较多英文字看了啦 OK 他比较多是theory based 他比较多是theory based 没有story的 OK Story是第五课 我们story的是第五课 又或者讲最精彩的故事全部在form4 已经是锁了 form5就这样子罢了 就是basic里面有什么 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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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直接的跟你讲 这个是A 那个是B 这个是C 这样的 没有没有跟你讲 描述的清清楚楚的故事 OK 那这个大家 大家会觉得显得哦 因为这个大家已经是 看了 四年 五年的东西 这个 但是 下一个部分 我保证你没有看过 我们看一看 下一个部分 肯定没有看过 就是英国法律 你会讲老师 form3不是有讲过英国了吗 那个是占领 form3是占领 OK form3 我们讲着 英国怎样占领 可是我们并没有说了 英国占领了过 好用的法律 叫所名字 来 我们先抓一抓大家 form3有学过NNS NNS是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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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州外的 NNS有什么州 NNS有什么州 大家告诉我 我要点明了 来快点 大家告诉我 大家告诉我 NNS NNS 有什么州 影响吗 去 安你安哪 没有人记得 没有人记得 那是什么走 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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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它是有围绕着三个不同的这个 三个不同的这个 那个走 靠近马来西亚的那个 海峡的 靠近马来西亚的海峡 OK 所以 你看看这边 最赚钱的地方 就是马来西亚的海峡 这个点 看啊 OK 等我一下 OK 大家请看这边 OK 这个是马来西亚 半岛 好 然后 然后 这个马来西亚半岛 我们有什么 你看到啊 这个 一个海峡 所以 NNS它是包括了新加坡 包括了马路加 还有包括了我们的这个 不老比达 不老比达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 OK 所以我们看看这边 NNS里面呢 它里面的讲法就是 这个 就等于三个不同的州 下去 不老比达 然后我们的这个 新加坡 新加坡 才讲 马来西亚 OK 你顺着被占领的吧 先占领 再占领新加坡 再占领这个 马路加 那 so 地安比 打利巴特 文道文当 养 地图报 地 英文 这三个NNS呢 它是用英国法律的 OK 所以就是说 我要表达 就是他们一开始 占领了这个 新加坡 占领了 Binney 占领了马路加 这班英国人 他们已经是用 英国法律来管 而那个 英国法律呢 在NNS里面 有一个密程 很帅的 叫做 Charter of Justice 这个名字 Charter of Justice OK 而这些名称呢 就是在 英国 那边 介绍来 它里面的法律 都是用英国 OK 所以 韩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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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叫做 要讲比较多的 就是第一个 英国的法律 叫做 Charter of Justice 就是COJ 这个COJ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 NX的人 才用的 OK 只有 NX的人 才用 然后第二个 就是我们两个 Law 第一个 就很明显 你知道它 是Sawa 那个名字 就是叫做 Sawa Application of Laws Ordinance 1949 然后另外一个 是Sawa Application Law Ordinance 1949 所以这边是英国的法律 这样子吧 这重点 这样子吧 换来起来 NX 换来起来 Channel of Justice 然后换来起来 这个 所谓的那个 Application Law Ordinance 这个 OK 所以我们再看下一个点 这个很快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点 看到吗 Chapter of Justice In这个 NX For 1807 去年开始呢 它是在Blau Law Linance 里面有一个 Makama 这样什么是Makama 就是我们的那个 法庭 然后下一个呢 这个Chapter of Justice 2 它是1826年 这个是1807 这个是1826 然后这个是150 几个的讲法都不一样 然后Chapter of Justice 2呢 它是把所有的 法庭 在新加坡 Makama 跟Binning 都结合起来 OK 什么要结合起来呢 就是说 它们都是运用 同样的法庭 来讲解 这个 Makama 新加坡 和Binning 的事情 OK 所以这个Chapter of Justice 3呢 它也是有自己的法庭 只不过法庭会分开 新加坡 Makama 有一个 然后Binning 有另外一个 All right 然后下一个部分呢 这个是Belumbagan Sawa 跟Belumbagan Sawa OK 这个讲着Sawa 跟Sawa 里面的那个 宪法 OK 有几个字 看清楚啊 这边有没有写错字 我检查一下 我看本 One moment OK OK 我们看一看 这根本啊 这个是 顺便进行讲解啦 这个就是 Hukum Karun Blaka 法律 假的这个 法律 它的名字叫做 Hukum Karun Blaka 然后第二个 就是这些 Hukum Karun Blaka 这两个 还有这个是 我们的那个 Proclamation of Belumbagan Constitution OK 这是英国法律啊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字 它来起来 它没有写错字 Consultinary OK 没有写错字啊 开来起来 就是 Negary啊 Porsawa里面 他们有一个 权力 的组织 叫做 Consultary 这个Negary呢 他们是做法律的 而里面有 45个人 而且有一个 很多啊 162 做主席 然后他们也有 最高理事 是 是Garverno来做的 也是有自己的 左秘书啦 还有他们的那个 宪法 在Sawa里面呢 他们就转移 他们的权力 给Majri Sticky 跟Consultinary 其实有分两个 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 叫做 我们的那个 Majri Sticky 第二个也 它不是叫 Majri Sticky 它叫做 Consultinary 哎呦 超大低哦 OK 然后这边呢 还有分两个 第一个是 Majri Sticky 第二个是 那个什么 Consultinary Consultinary 然后Majri Sticky 然后Majri Sticky 它本身呢 是Garverno来控制 的啦 然后他 for这个 啊 啊 这个 Consultinary 就是负责 做法律 做法律 OK 它是负责 分官 它是负责 它是负责 做法律 它是负责 这个 它是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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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一个点 那下一个点 这边 OK Belumbagan Saba 下去 Saba 的 宪法 然后 然后 Saba 他们是有什么 Majri Sticky 跟Majri Sticky 来管 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是Majri Sticky OK 这是Majri Sticky 先写 先写 先写这本 答案举手 这个制定法律 这几个字吧 下雨了 来 那 操制 等 来 进度了 吃 鸡 8 3 鸡 9 10 11 15 感谢观看